大家好 歡迎來參加這個禮拜六下午的教育科學廣場 然後我是這個活動 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朱慶琦 我任教育本校中央大學的物理系 然後同時也在科學教育中心工作 我們可以持續舉辦這個 其實大家覺得還滿有趣 然後很有收穫 很有意義的活動 特別要感謝國科會 國科會給我們這個計畫的敬佩補助 以及中央大學的卓越教學計畫 所以我們每一場的開頭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一般的民眾知道 我們的國科會其實為一般民眾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國科會就是在從事非常高深的科學研究而已 其實不只 好 那今天的這個主題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還有這麼小的小朋友 我可以問他他多大嗎 好 四十個月 好 這我不得不講一下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一天去參加了一個 這個科教的研習的活動 然後我跟其他老師分享的時候 我說我們現在服務的對象大概是從幼稚園一直到 幼稚園以上全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那現在 好 我要再修正一下 四個月以上 看起來他很開心啊 剛剛在笑 好 那今天這個活動 大家這麼熱烈的支持 我想跟我們今天的講師有非常大的關係 這個 今天的講師是我們的好朋友老朋友 也是台中藝中的張雨靜老師 那剛剛跟他聊天的時候才知道他今年才榮獲台中市的優良教育人員表揚 那大家 看他有沒有興趣 或者是興趣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胡市長怎麼表揚他之後 據說只有一千塊獎金 還蠻辛苦啊 那今天題目非常有趣啊 就是 魔鏡 魔鏡 你看喔 魔鏡 魔鏡 所以 問一下在場的 不管大部分有小朋友 都看過鏡子的舉手 照過鏡子 看過鏡子 每個人都照過鏡子 看過鏡子 那個小朋友也有照過 對對對 他四個月都照過 被媽媽搶破的 保鏡照鏡子 好 但是鏡子裡面包含了哪一些科學 還有我們可以利用鏡子做哪一些科學遊戲或活動 或者是我們從鏡子這樣的一個 日常生活到處都看得到的一個用具好了 生活用品裡面 你們到底可以學到什麼 想想知道 我想知道他比較有興趣的應該是剛剛入鏡的吧 就是看到自己在一路上就很開心 好 所以今天這個主題 大家就是圍繞著這個鏡子站 然後呢 我們會有非常精彩的一個作品 要靠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要用這個很充足的耐心 才可以完成的一個作品 來把它帶回家 這個作品也是就是我們這邊張老師跟高雄的科工館 科學工藝博物館 好 科學工藝博物館 他們有一群非常熱心的這個科教的工作者 開發出來的一個很有趣的跟鏡子有關的這個小玩具 那我相信你做完帶回家以後 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話 你放在你們家的客廳 一定每個人都會覺得很有趣 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就交由張宇津老師來介紹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最熱的掌聲 歡迎客廳 謝謝杜老師 悠然教育人員表揚 表揚之後害我以後要敲班都不太好意思敲 每次偷偷摸摸讓我們跑出去 那其實會有這個表揚這個資歷就是 有一天不小心我們有一個老師說 沒有人要去 拜託 你寫一寫 你的資歷 因為我在外面鬼混了很多的東西 然後做一些事情 他就叫我寫 那其中我就有寫了說 我在這邊幫忙這個佳樂科學廣場 然後幫助老師做這些 然後為了一些資歷這樣 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就才拿這個佳樂科學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一些事情 最近比較少來這邊 但是少來之後又被客公館那邊去抓了公差 到時候被人家讓你抓去 然後就去那邊幫忙他們做一些 教具的開發 所以今天的後半段的材料 還有那些製作那些 就是客公館他們那邊 來出這個經費去處理的 然後他們大概在中南部 他們很多的那些國小什麼的 他們會到處去跑或去做推廣 那我們今天就是我把他們借用過來 連他們的PowerPoint也直接借用過來 後來就使用這樣 然後他們大概去做那個玩具 所以有點可惜說原本這邊 最好是這邊有一座大的 然後那個大的因為是在這個地方也沒有 完全沒有地方可以放 然後就只好搬走 現在目前目前是在中立高中 可能以後會流浪到哪裡 不過如果都還不曉得的話 或許有一天你有機會去南部 所以幫那個客公館他們做一下廣告 客公館那邊南部那個環境很好 場地很大 他說進去2000人進去之後就好像消失一樣 就在那個展場那邊 我覺得感覺不到有這麼多人在那邊 所以他的空間展場那些很多很大 然後他們那邊也有一座大門 好 那你們有機會去那邊尋寶一下 找一找看那一座在哪裡 如果找不到他跟我講 我打電話去罵他 只要趕快把他搬出來 好 那 我在台中一中教書 所以大部分都是遇到那種 十五六歲 十四十五六歲的那些大朋友 很少機會遇到這麼多那種小朋友 幾乎是幾年才一次 希望你們不要睡著 因為那個高中那些高中學生上我的課 我就不時的要去叫某些人 起床起床一直這樣叫他起床 五分鐘就交一次我不讓他睡著這樣 因為曾經有睡著的那個學生 我叫他 他說身體不舒服 我說那你去保健室 然後同學說他在裝 我說不行 你可以去 去到時候如果是裝的回來我去修理你 去到保健室 然後同學就 因為找一個人陪他去 那個同學回來了 我說怎麼你怎麼你自己回來 他說我要拿他的東西要送急診 救護車等一下又來 他的肺堤塌掉一半 氣胸塌掉一半 所以最好是以後看到學生睡覺 一定要叫 這邊我看著你們調查 好像有不少的是老師 有幾位是老師是不是 我沒幾個 是不是 您是老師 您是老師 我記得好你們的資料 好像有幾位是老師 後來我都會跟老師講說 有睡覺的把他叫起來 那個生命那個問題 而且我運氣很好 那個學生的家長 把有來頭 現在台中市某位副市長的兒子 當初是立委 惹到他立委的兒子通常都不是很好過 所以還好有把他叫起來 那就是在台中一中那邊 在教書 那教了十年 在台中一中十年 那之前其他學校這樣 所以最近又不太敢退休 看到那個退休的那種 但是以後會怎樣不想的 所以我們還是自己 自己想辦法存自己的東西好了 那我就想說過一段時間 如果真的退休的話 祝老師應該還沒有 沒有 應該比我慢退休 我可以過來這邊 你讓人讓退休 我就過來 對啊 去當義工 我就像南北這樣跑 好像到處當義工 其實蠻快樂的 蠻開心的 然後在這邊他也學到很多東西 我想這邊有些老面孔 有幾位好像以前也見過 一年前 大概有一年多沒有 一年多 那一年多 對 那在這邊 我想你們常常來 他應該在這邊學到很多東西 那學到很多東西 這邊就是你們平常 有些是跟課程有關的 有些跟課程沒關的 不管 反正你開心就好 科學就讓人比較開心 我記得好像以前古早的時候 的那些科學家 那個 很多科學家好像在當時 很古老的時候 他們就是像是一個 像我現在在那樣的角色 然後要 不過那個也不一樣 要賣票 因為秀堂的就是私人 他要賣票 像那俄斯特那個磁場 那個發現的那個 要收錢的 然後要賣票 然後他就是新的東西 擺出來我去做秀玩一玩這樣 現在老師 你快要變這樣子 我盡量練習 然後等到我退休之後 我就過來這邊 當那個秀場的那個主持人這樣 對啊 想辦法叫國歌會做一次 退休 應該還好啦 因為反正退休了嘛 就是在省省沒事 那這邊有一面鏡子 大家都照過鏡子 剛剛都照過鏡子 照過鏡子之後 那 我這邊 這個拿起來 我給我的 來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你看到那個字是什麼 看到鏡子裡面的字 相反 是相反的 好 大家是相反的 知道是相反的 看過 有照過鏡子 大家也都知道說 裡面照的那個鏡子 都是相反的 那我家台中一鐘 就有點麻煩 那台中一鐘 那好像 那中一鐘 好像也不會 所以你要找另外一些字 你自己的名字照 哪一照鏡子他會反 那是不是真的照鏡子什麼都會反啊 會不會反 他上下也會顛倒 那為什麼就是左右會顛倒 那只有上下顛倒 哪一個真的也在顛倒 那如果以這個鏡子來看的話 你看到 這支筆 現在我指的方向向哪裡 這個筆尖 這個紅色這邊 呃 你們的右邊 對 有一點點 好 那鏡子裡面的那個筆指向哪邊 右邊 欸你們剛剛不是說顛倒 對啊 那現在這個筆指向哪裡 右邊 鏡子裡面的筆指向哪裡 右邊 這不是顛倒嗎 腦袋還是右邊 對 好 那這個地方變成說 如果這個紅色筆指向上面 這樣指向上面 那鏡子裡面看到的筆還是指向上面 那這樣有沒有顛倒 沒有顛倒 為什麼你的字 那個字這樣看起來會顛倒 我這樣看 我這樣看 這樣就會有顛倒的心情 好 就是你要看 從哪一個方向去看它 這個可能要國中的同學才會比較 會再多思考這個部分 那等到你國中學到這邊的時候再說 好 那郭曉得就先知道怎麼樣顛倒就可以了 對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字會顛倒 那我給你看筆的時候其實是這樣看 你看到這邊的朱鏡齊老師 然後再看到 看到它照過來的話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看背面這個 它就是剛好是顛倒 等於好像說其實你這樣 你這一個字這樣去照鏡子的話 你是從後面去看到那個字 它是整個字顛倒的 所以沒關係 因為你的那個方向的問題 就好像說我這邊 你們這是一張 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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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沒關係 你寫了名字之後 那你從誰會這樣看 再照過去 那你是這樣子看 看過去才會是一樣的 這樣子看 再兩邊這樣看 它就是變剛好顛倒 來就看位置的不同 所以其實它所形成的像是沒有顛倒的 那這個顛倒在哪裡 這個紅色的筆是指向哪裡 現在指向我 這個筆現在在指向我 那鏡子裡面的那個紅色的部分指向哪裡 這是指向你們 那顛倒的方向在哪裡 就是前後 前後的這個是一定會顛倒的 前後的位置 那前後的位置顛倒的話 這樣子就有點 有一個麻煩事情 要讓大家練習看看 你那麼看著鏡子 去做出正確的方向 那我們這邊前面有一個遊戲 就是要讓大家在鏡子裡面 這邊去畫迷宮 試試看 剛剛朱老師很快動作 朱老師動作很快 但他也錯了幾次 那我們看兩次 大於三次以上的才是好多次 比如說中國不是只三啊 另外那次才是多 這兩次算很少的 其實朱老師動作很快 待會看小朋友有沒有誰動作比朱老師快 或者錯的比較少 你那樣畫的時候 有沒有畫錯方向 那那個 跟小朱老師可以把鏡子 還有那個 那個 那一張 迷宮 示範一次 示範一次 我們再請朱老師再示範一次 我一直覺得他那個 車走在那裡有點奇怪 這個比較粗 等這一張 我們這一張給朱老師示範一下 朱老師要示範這一張 我示範 那朱老師來畫這一張 待會兒看誰能夠挑戰這一張 不要這一張 那你等下畫的時候 你們拿小的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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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張的 大張的 小的先把他黏回去 小的那張盡量先不要撕 小的那張不要撕 小的那張先不要撕 小的鏡子先不要撕 大的 大的話 有兩個人兩個人 因為你這樣畫的時候 旁邊要有一個人幫你 有一個人要幫助你 幫助你作弊 來 拿到沒有 好 那這一張大的 這張大的上面有一個塑膠 你可以把它撕掉 大的 你要撕得下 現在這樣多亮呢 塑膠我可以把它撕起來 不可以 對 那盡量拿邊邊 你不要留下你太多的 作案證據在這上面 好 請你 請小朋友們 不要留下太多你的個人的資料 你的大幕子 一起印在這上面 好 拿到了沒有 那兩個人 一組 兩個一組 待會 好 那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幫你拿這一張 怎麼做 怎麼做 小朋友 這張放在桌上 來 借我一下 這張 借掉 來 桌老師 例如說桌老師要畫 那 鏡子放在前面 來 這邊注意一下怎麼做 等一下 我們可以練習一下 玩完了之後 可以來比賽一下 看到誰比較快 好 那現在是這樣子 那朱老師會同時看到 這張紙還有鏡子 我們不要讓它看底下 來 幫它擋住 拿這張紙板幫它擋住 然後 讓它看這鏡子 這樣來畫 所以兩個人一組 兩個人一組 這樣來畫 好 朱老師 朱老師 這邊請請一下 來 請聽到這邊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線上 就是在網路上 有一些朋友 在參與我們的活動 所以我想要跟線上的朋友講 就是您在家裡 如果 您說我沒有鏡子 我也沒有迷宮 沒關係 你在家裡 隨便拿一張 拿一個家裡的鏡子 就可以做這件事 然後你如果沒有迷宮 沒關係啊 你試著看鏡子 寫你自己的名字 寫字 都可以 直接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做 然後 我們張老師現在 要宣布一個破湯 來 我們看一下 張老師要我們宣布什麼 破湯給大家 好 那個 剛剛朱老師講說 你們可以在家裡 自己寫名字 但是寫名字 有時候就會 看著鏡子 但是我想到 我自己的名字 直接在那裡寫 你可以先畫好線條 也可以先畫好一個線條 你自己照著鏡子 再畫一次 好 看你的線條 這樣對待也可以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遊戲 大家可以回家玩 那我們這邊 剛才各組又發去第二張 大家可以拿第二張來練習 然後 我們給小朋友們 在三分鐘練習的時間 三分鐘之後 每一組 那個小組長 各組的那個小組長 去看一下 找一位代表出來 還是要自己非派 好 那個 每一組 每一組自己 每一組 等一下非派一位 上來表演 來比賽 好 每一組 等一下一位 一位小朋友 上來比賽 大朋友 要不要上來比賽一下 好 那個 主老師 已經找到限量版的獎品了 來 那個 各小組長 麻煩看一下 各組 他們有要派誰 那我們等一下先 這個數是 1 好 那 等一下好 我們先 1到6組的 先 上來 146位 小朋友 那 123 的 先完 然後 4 5 6的 幫他擋那個 拿那個 紙板 好 兩位 一位 畫 一位 然後來去 把那個紙板擋著這樣 好 我們來看 每一組 看誰比較快 然後 不能夠碰到牆壁 碰到牆壁 你要回到原點 再重新來過 碰到牆壁 要回來喔 碰到牆壁 要從原點再出發喔 你可以先看原點在哪裡 放著 然後把你擋起來之後 再開始 我們說開始就開始 好 好 來 1 2 3組 小朋友請上來 第2組 第3組 代表請上來 來 第1組 第4 5 6的代表 請幫忙 準備 來 DK的我們比這個 好了 DK的比這個 然後我們今天 大概他們留下經驗 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好 來 第1組 代表在這邊 第1組 第2組 第2組 第1組代表舉手 好 第2組代表 第2組代表舉手 到這裡來 這邊 好 謝謝 第3組代表 來 請舉手身邊 第4組 第4組 來 你拿你的指板過來 你的指板拿過來 好 第5組 你拿你的鏡子 你幫他打 來 你們去拿你的鏡子來 第6組 來 你去拿你的鏡子來 喔 自己要對 OK 有了 鏡子有了 鏡子有了 來 好 鏡子有了 鏡子有了 都有了 等一下 這邊 我們要紅筆 好來 你先幫他拿去 來 這邊有紅筆 來 來看喔 那你們前面的 4 5 6小組的 把小朋友當裁判喔 4 5 6組的當裁判 碰到 看到之後 你碰到牆壁之後 他就要回來 好了 沒有準備好 可以 你看不看得到 他要從出口開始 要從入口開始 都沒關係 先準備好 他要從出口開始 都入口開始 好了沒有 預備 開始 撞到牆就要退回原點喔 你一直還沒有進去了 你在哪裡 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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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看你回頭了 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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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的小朋友跑得很快喔 第一組的小朋友還沒進去 迷宮耶 進去迷宮耶 第二組 第二組 第二組的小朋友已經轉了三個彎了 第三組的小朋友後來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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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第三組的小朋友喔出來了 第三組已經結束了 你還沒有進去耶 第一組還沒進到迷宮 那我們換過來 來我們第三組 等一下那個你是第一組的冠軍喔 對 好 來你們前後交換 你們兩個兩個交換過來 好 一張 換一張 給他換一張 他們很難去撞到 撞到來居上去抓 你要選 OK 幫我幫他拿去 來 來 好 你們可以幫他們加油一下喔 準備好朋友 拿這個紅筆 拿紅筆來換 來 拿紅筆來換 換紅筆 通通拿這邊的紅筆喔 看得到鏡子嗎 看得到那個喔 看得到了喔 OK 好了 預備 開始 第四組小朋友 哇好快耶 最大的板子 第六組小朋友也蠻快的 轉彎了 第四組小朋友 快點 轉第三個彎 哇 哇 哪裡去了 哇 怎麼有人原地打轉了 第四組小朋友 不錯喔 很快喔 咦 第六組小朋友 你剛剛走過了 又回來了 抓牆了喔 哇 好了 哇 也完成了 哇 你們到哪裡 第四組 好 第四組小朋友 鼓掌 哇 你還沒有 回去再多練習好了 來 你看一直撞牆 好 我們現在換 換 接下來的 七八九 七八九組的 來 那個 第三組 剛剛是第三組小朋友 那個 第一輪的冠軍 第三組小朋友呢 來 朱老師那邊你獎品 然後第四組小朋友 對 拿到獎品的時候 先不準玩 這個 拿到獎品的時候 不準玩 如果玩 他就沒收 等於收回來喔 那個很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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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有點擔心 回去有點吵 來 再來 七八九 七八九 八組在這邊 第九組在旁邊 十一十二 然後 十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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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 來 這個 不用再收回去 不要 等一下 收回去 第十組 在這邊 等一下幫我拿鏡子跟紙板 十一 十二 好 你要幫人家囉 對 你幫我拿 然後這個紙板你要幫他拿著 對 那我們先看好 對 先看好那個出口 你要讓他看得到 鏡子這樣 好 寶貝 看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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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讓 你要讓他看得到 你看不看得到鏡子 看得到可以喔 可以看到鏡子喔 好 準備 預備 預備 開始 喔 喔 很快耶 開始轉彎了 哇 這個難了幾次 欸 你動作太快了吧 哇 你撞到牆了 還沒有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快了 快撞到牆了 快撞到牆了 你快撞到牆了 哇 你都不讓一下女生了 你 沒有 身世風度 好吧 那個 我們第七組 這個男生 一點都不讓女生 那你 為了獎品什麼都不要讓他 好 他已經 已經通過了喔 我要讓你輸他 你又撞到 在剛才點 OK 好 沒有 沒有 不用買 OK 好了 沒有 好 那剛才我們是第七組 冠軍 好 換過來 第七組 七八九的 那個小朋友去幫忙拿 OK OK 好 那個 喂 喂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對 好 等一下 來 換一張 先確定好那個入口位置喔 先確定好入口位置 好了沒有 拿直的 可以看到鏡子嗎 你可以看到鏡子 你也可以看到 好 入口找到沒有 入口找到了 好 預備 好 預備 開始 我們這個 一個人 小女孩 去拼那個 兩個 兩個男生 你們兩個男生都不讓你是不是 哇 他爪彎子 哇 他爪彎子 欸 哇 你怎麼直接要穿牆而過 沒有 哇 小女生 我們這間女生比較厲害 好 他已經通過了 欸 我們兩個男生 蛤 一半的路程都沒有到 蛤 好 來 我們給朱老師頒獎 好 來來來來 剛才是第七組 第七組 第七組 第七組的小朋友來 來 好 後面的是第十一組 好 這個 變不夠 沒關係 對 好 好 多不多 我現在很不錯 OK OK 好 好了 那我們前面 這個應該算暖身的活動 好 然後 然後那個小組長 就先把這個軟鏡還有紙板 先捨起來 我們接下來要來做比較複雜 比較 難的工作了 好 好了 軟鏡還有那個 那個王嫩子捨起來了 然後那個剛才畫的亂七八糟 撞很多牆的那個迷宮 我們也把他捨起來了 好 好 那現在開始 準備要來去做一個東西 好 對 喔 那個懂得想 不要想 這邊換那個 切換到那個花火 那接下來的工作 就要考慮 耐心 你要有一個很有耐心 你才有辦法做得好 你沒有耐心的話 那那個就很可惜了 你回去 你只能夠看到別人做得很漂亮的 好 那個 那個 做完那個圖案 那個圖案是我去年 還是什麼時候的 聖誕節的時候弄的圖案 你剛好做完回去 再過一個多月 你可以放那邊 當你的聖誕節的布置 的裝置 好 嘿 好 那這邊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一個東西 在這邊 這裡 這叫 隱身術 好 那沒關係 這邊的話 最後做法是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 這個先放到這邊 然後 等一下去看看 我們可以有怎樣的一個效果 你做完之後會有 那我們 我們先從頭影片看起 那 要這個 當然要先感謝這兩位 張美貞、林淑欣 他們非常的辛苦 尤其他們在暑假的時候 那三個月大概都沒辦法回家 他們小朋友好像都是三個月見不到媽媽這樣 然後都在客風館那邊 整個暑假都在辦活動 那現在其實也都在到處奔波 在跑 他們其實花很多精神在做這些事情 那今天要過來我就說 那你借我用一下這個東西 我比較懶惰一點 他說當然沒問題 因為他也知道我很懶惰 所以我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 主要是他們兩位 不過這個 最初搞原搞 我這邊是先 應該是朱老師這邊獲得第一把 這我做出來的 然後後來 因為這邊 就也做了兩個在這裡 然後我後來就跑去客風館那邊 然後他們就是 就花了一些經費 然後去做成模 就是已經做好 辦 有一些東西已經是切割好的 我這個是從 搭檔的指板開始切 然後從這個影印機開始去做 然後你們現成就中間 因為有一些東西不要去管他了 那 這個的話最後 看到這個 這個照片 這是誰啊 我好像認識這個 我好像認識這個 有點像那個誰 張惠博還是誰不曉得 對 不過老人家那個頭白白白的這樣 那你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頭在這裡 那下半身人 下半身在哪裡 在那裡面 在那裡面 有在這邊看過 這樣一座東西的舉手 有玩過喔 所以你們都知道他到底為什麼了 那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最主要是底下 它的那個底下這邊會有鏡子在那邊 那那個鏡子的話 你的視覺的感覺會讓你有一個錯覺 好像下半身不見了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要去做一個這樣一個東西 讓你的玩偶 你自己回家準備玩偶 我們這邊沒有玩偶準備給你 然後又找不到贊助廠商 你自己把你喜歡的玩偶 但是不要把那個很大一隻熊那樣 晒進去 那你可以找那隻玩偶去試試看 那這個的原理 其實我們剛才有玩過 你的那個鏡子的反射 它的前後左右 它那個會造成一個像的一個對稱 它會做顛倒之類的 那如果你看的話 像我們看的位置的話 它會有顛倒過來 那如果你是整個完全對稱 我剛剛在講說 我們學校的中一中照了鏡子會不會顛倒 那你要去找那個圖案是像中一中那樣的 不會顛倒的 你再去照鏡子它就會不會顛倒過來 你就看起來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它就是要產生一個對稱的圖形 然後你的鏡子的位置改變的話 就長短就會改變了 所以你們在畫那個迷宮的時候 你的角度一變 你自己手上操作那個線條 那個都會有影響 所以你可以去想想看 你剛才畫那個迷宮的時候 你那個前後左右 那為什麼有人一直在那邊打轉轉不出去 然後有人這樣 你一下就穿牆而出了 那所以這個如果我們是鏡子角度改變好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它的像的那個角度啊方向那些 那回家你可以找兩面鏡子去試試看 這邊有玩過 有玩過那個萬花筒的舉手 有些小朋友有之前有參加過另外一場 就是他們兩個辦的 那個林徐欣老師來這邊 然後做萬花筒 那花筒那也是兩面鏡子 它有四面鏡子的 那那個萬花筒那個 那個模也是我幫他們去做的 因為我去柯根網那邊的話 我大概就是我做第一把 就是我自己手工做出來的 我就給他們 我就沒事了 他們去把它變成是你們可以來去做教具的這樣 那待會你們可以沒有玩過的可以來玩玩看 沒有玩過的可以來這邊玩一下 就等一下結束的可以玩玩看 那這裡面有四面鏡子 那鏡子呢連續的反射 它就會有很漂亮很漂亮的毒 那我們這邊先不傳下去 等一下那個活動結束的時候可以上來這邊看 那如果覺得很漂亮很想要玩的話 我們在想辦法再把林書欣老師再跑過來 在家來 他們才能還有我知道 對 那這個的話你的鏡子角度改變的話 你會有很多來多次的反射 那如果要看到無限多個你的話 就兩個鏡子一前一後平行的 你就看到好多個你在那鏡子裡面 但是我們今天要做的是90度的 剛好對稱你那個角度剛剛好可以變成說 你看好像是整個一樣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是他們另外有做了一座 那個可以拆卸的 我今天沒辦法帶過來 因為我沒有貨車 那就用這樣一個這樣一個拆卸 然後就是這裡 這邊這是鏡子 中間這邊是鏡子 這比較大的 中間這裡是鏡子 然後旁邊的話就是它的圖案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圖案都是重複的 它的圖案都是重複的 那另外這個鏡子其實還可以做 除了做這個以外 那你有兩片鏡子的話 你可以做潛望鏡 這兩片鏡子 你回家你捨不得黏緊在那邊 你可以用比較不黏的膠帶 或者就是放在上面彎 那你也可以把它拿起來去做一個潛望鏡 這一個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放大的一個觀察 動物觀察盒 那也是科工館他們那邊做的一個活動 那這邊的話有一些的 它的材料等一下會陸續一樣一樣發下去 那個小的鏡子如果已經在手上的 記得那個膠膜不要拿起來 你如果上面一堆的指紋的話 你可能你看的都是你的指紋 你就不看到那個圖案 那有些的動作會特別叮嚀大家要小心 一個是要用美工刀在切的話 小心你的手 那現在還沒有拿到刀子 那等一下拿到刀子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自己有切過 拿那個美工刀之尺 壓到那邊 刀子一化 獅子就少了一塊肉 很痛喔 那非常痛喔 那非常的痛 就這樣 而且那個美工刀非常的膩 小心一點 千萬千萬要小心 然後那個軟鏡厚的東西 它也要切掉一點 厚的東西在切的時候 小朋友在切厚的硬的東西 有一個技巧 你不要想一次把它切斷 多畫幾刀 輕輕的 多畫幾刀 多畫幾刀 多畫幾刀之後 它有痕跡 甚至有些刀就可以把它折斷 等一下我會做到那邊 後來再跟大家講 那它原理的話 就用反側原理 剛才有講過 就是可以知道圖形的對稱 然後這個有怎麼重複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整個的從正上面看 比如說看這個東西 你從這個正上方這樣看 那就是有那個圖形在那邊 那你看到它的那個鏡子反射的圖樣 就會變成是重複的 變成重複的 那變成是說 在這個鏡子的 其實像是這邊 旁邊的影像 重複上來的 然後它是把那個連續的圖形 那就可以 就是你會有那個錯覺 那你也可以去找這些的圖形 萬一 萬一待會你黏的時候不小心 黏歪掉一點 因為它的雙面膠已經死了 你拔起來會壞掉 萬一真的不行 你可以照著那個圖樣 或者網路上面 你可以去抓你喜歡的圖樣 對稱的 你可以看到是這樣子圓裡的 對稱的這樣 你可以顏色交替 但是那個數量 你可以參照我們給你的資料 那數量要對好 那這樣這邊的 就可以有它連續的圖形 那在質量界裡面 也有很多這些連續的圖案 連續的圖形這些 我今年到那個西班牙學院 西班牙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建築師 高地 高地 那它是建築系的 建築師 它設計很好 但是它對自然這些這些東西 了解得非常清楚 對物理也很厲害 所以你要真的做好一個很厲害的一個 某一行業 你不是只有那個行業的東西厲害 你要匯很多的東西 高地它利用物理的原理 利用自然的這些原理 做出來的建築 現在都是變成經典 那它有好幾棟建築 都是那個 那個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列為是世界遺產的 我們都去朝聖去看好幾間 最有名的現在正在蓋的 那個蓋了一百多年吧 兩百多年一百多年 聖家堂現在還在蓋 聽說2020年 預計蓋好 那個時候西班牙不要倒了沒有 西班牙現在蠻慘的 西班牙的失業率有25%吧 以上 那他們盡量都在蓋 那個非常的壯觀 有機會的話也去玩一下 夏天去 小朋友順便問一下 你們遇到的氣溫最高溫多高 30 40 有到40嗎 35 36 3738 3738 在西班牙夏天3738 所以算是比較涼快的時候 我遇到那個 不過我看那氣象報告 它說今天有到30度 我說怎麼那麼少那麼低 涼快 但是底下還有一個字 Feel like 你會感覺到好像45度 你說你在報什麼 到底多少度 那個景空參考 一曬到太陽好熱 西班牙當然要春天秋天去 那它就利用這些的結構去做一些建築 一些的設計 那其實我們今天玩的是比較簡單的一個讀行 那你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些資料 很多東西可以在日常生活在有 這是人造的 人造的那個 這個蘇格蘭裙 我又本來想買一條 我又沒去英國玩 我明天暑假都會去玩 當老師很好 明天暑假都可以出去玩 因為本來想買一條蘇格蘭裙 但想要回來我也不可能會穿 那還有西洋棋這些 那你會看到很多的連續圖案 其實所以可以很容易找 那這個在做的時候就是說 我這個鏡子如果是再放在這邊一半中間 那個在紅線上面放在紅線那邊 然後你轉一個90度 那這樣子的話 你從中間看過來的話 你就看到那個像是連續的 變展開了一半這樣 所以這個的話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那在聯合的時候你們在最後 然後其實這個小細縫那個 我們一部分會跟大家講 它這個細縫是連在牆壁那邊的那條縫要靠緊 然後等一下黏鏡子的話 不要一直黏緊 你先調一下角度再試試看 這個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講比較慢來 那你這邊的話 整個要最後決定 它是不是做得比較漂亮的 除了你的指張黏好以外 你的鏡子要呈直角 鏡子要呈直角 可能那個把媽媽要幫小朋友注意一下這個部分 今天的家長們的工作應該會蠻多的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那個畫面條 畫面條那裡有一個切割的動作要小心一點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然後因為就是把那個破綻遮起來 你需要一個東西 就這裡 這邊這個 等一下要切一個直角這樣 切掉一個直角 那這樣中間這條縫就可以把它擋起來了 就可以把它擋起來了 那這個鏡子要呈直角這樣才行 然後在桌面的話 你要做成圓的也可以做成方的也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各位小組長 除了鏡子以外 其他這四樣 這邊這三樣 小的紙片跟大紙片還有那個彩力條 那個彩力棒各一條 好 那發給小朋友 鏡子我們最後後面再發 鏡子後面再發 後面看你做我們那些 我讓他做一做這個 這個 對 對 做完了 做完了 我看 有時候有點忘了 好 這邊的話 你會看到你有兩張板子對不對 一個大一片的 很大一片是這一個 上面這一片 好 上面可以看 這邊 上面這一片 這一個 好 是這一片 好 一個大的 大的 大的是這一片 好 沒關係那個 我接到大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 大的是上面這一片 所以你要把那個洞洞的那些紙拿掉 好 洞洞的那些紙那個 裡面有幾個缸 都被紙拿掉 那個草引擎機是什麼意思 然後白色在外面 來 再給我拿一片 來 白色的 這個是在外面的 先把底下這邊 底下這邊把它封起來 你這邊有一個折痕這樣 你可以從旁邊這樣折一下 沒關係 好 這個 一上一下 一個往後拉一個往前推 這樣就變成可以折起來這樣直角的 你可以壓一下再打開來 好 一上一下 那 底下的 那 底下的 往上 往外 往外 往裡面拖 好 拖起來 那這樣的話這邊 這個側面 側面再把它折起來這樣 這樣 好 他們這個都有壓一個 痕跡在那邊 很容易去折 那個 彩色的那個紙拿到 等一下再動手 不要急 那這樣的話你的痕跡都出來了 好 那我們下一步的話 下一步的要開始要切那個紙 要來黏 要很小心那個動作 黏哪些地方 有沒有小朋友知道嗎 要黏哪些哪裡 底下督出來這兩面 這裡 這是要黏鏡子的 督起來這邊是要黏鏡子的 這邊不要黏那個紙 不需要黏那個紙 不需要這邊 這裡不要黏那個紙 旁邊折橫的 每一個這個 一片 這裡一片 再一片 總共有六片 那你六片這邊 中間這裡切掉 其實你 因為我們發下去 發下去是六片 對 發六片 發六片的話 其實 我看 如果發六片的話 那就不管了 整個 這裡的折橫 這邊可以 底下有六個洞 對不對 底下有六個洞 那我們就是六片 通通黏上去 黏好之後 原本要黏鏡子這邊 也不能黏住對不對 從後面這條縫 再進去把它切一刀 切一刀之後 這個就可以斷了 就可以拉開來了 好 但是要小心點 這裡有一個很小心的地方 注意一下 這個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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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有一個淺藍色的 這個淺藍色的線 這個彩色的紙 有一個淺藍的線 你要很準很準的 從那條線切開來 我只要那個藍色 淺藍色的線的框框裡面的東西 外面的不要 淺藍色的那個部分 那條線 淺藍色的那條線 的框框裡面的 外面的不要 你要很準很小心的切 那在切的時候 可以輕輕的畫一刀 慢慢的去找那個位置 齒拿好 小心的手指頭不要露出來了 那切好的話 切好的話 你再想辦法 再把那個薑膜撕掉 你可以撕掉一邊 拿底下 對好 黏上去之後 再撕掉另外一邊 齁 這個有上下 當然它這個膠質 這雙面膠質 已經幫你 分好兩 上下兩段 齁 那個 那個雙面膠質 等一下再撕 切好之後再撕 齁 在切的時候 我再特別講一下 淺藍色的這個 沿著淺藍色的線 先去切 要很準很準的切 白色的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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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白色在外面 下面沒有 下面這邊 沒有沒有那個那個是我 另外那是黃的 要捏之前 建议你六张都切好之后 六张都切好之后 摆在那个长花形的大纸板上面 找好位置 再一张一张的捏 里面要切一张捏一张 不要切一张捏一张 那如果 这样啊 因为今天有些家里的话 是两三个小朋友一起来 或许可以先做一个 把另外一回去再慢慢黏 慢慢切 你可以把妈妈一下 没办法照顾两个朋友的 你可以先一个 大人的先留一份起来 小朋友坐坐看 把她回去可以再去做 喂 朱老师插播 因为刚刚有朋友就是有提到 想要知道的一个软镜 就是镜子 我们现在看起来像镜子那一片 这个软镜要在哪里买 那我们稍后会把这个软镜 大概要在 就是我们自己找到的那家供应商的资料 我们会放在这个客家中心的网页上 那欢迎大家来参考 好不好 那不是替他做广告 没有那个不是替他做广告 因为那个是我们 跟朱老师他这些人助理找到一间比较算是比较便宜的 其实你们要去找 你们要自己去买也可以 在美术用品社 美术用品社也有 但美术用品社它有分不同的 有的镜面很漂亮的 有的比较不漂亮的 美术用品社我记得一张好像七八十块钱 对 不便宜 然后这个的话 后来客户网他们也是找同样一家 然后就大量的定制这样 然后他就帮他切好 一般来讲大约A色的大小这样 这样一张要卖 网路他们有网路的那个 可以直接你少量的定工 好像我记得好像都OK 等下黏的时候 特别特别要注意听到我这边 你黏的顺序错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纸张通通放上来之后 六张通通切好的 通通放在这个大的纸张上面 你注意一下看一下底下 有的折衡有的会超过 有一个会超过一点点 等于现在要黏的时候 小朋友注意一下 或家长们注意一下 要黏的话 从中间两张开始黏 从中间两张开始往右扩展出去 中间的折衡对折好之后 你黏好 那这个纸张的话 你不要靠得太紧 靠得太紧的话 你一折起来会怎样 就会挤到了 你不要靠得太紧 那我这边到这里就稍微有点挤到了 你折起来的话 那要有一条细缝在那边 那那条缝就跟你切掉了 然后浅蓝色那个的缝差不多 那条细缝 所以再黏的时候 你可以看荧幕那边 这个是靠紧的 但是中间那条缝 一条很小的缝靠着这样子 然后你对准了 中间是不是一条折衡 中间要折衡 对准它靠近过来 然后你扶好之后 那你可以这样子 这个其中一张扶好 压着 然后把它翻起来 翻起来去撕掉它背后的这个胶 我这张这张我帮你黏一下 这个好了这样 好那你对准好了 两张都对准好 上下都要平 底下的话也不要黏到这个洞哦 底下不要黏到那个洞哦 然后你这样压着对不对 压着它就没跑掉了 不会跑掉之后 你再把这张纸这样撕掉 然后贴着这样撕 它就黏上去了 然后手带这样一画 压下去就平了 这张就不会跑掉了 好那再准备另外一张 留一个细细的一条缝 你可以看得到 一点点的颜色这样就好了 然后对准之后也是一样 这边翻起来 然后这个 纸撕掉之后 撕掉一点点就贴着 瓦润纸贴着 这样拉开来 这样子是不是就黏上去了 然后再抹平 这样就好了 好那底下的话再一样 因为黏了那这个底下就会跑掉了 七年一半 对准好之后再撕底下再把它黏上去 那这样子的话中间黏好的话 你这个这样对准这样子 如果我这边还是靠得有点近 你可以这边把它稍微把它压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来说 我靠得稍微还有一点近的话 还是会有一个合计在那边 你离开那条缝 一点点的缝 你看得到颜色 看得到比较瓦润纸的颜色 那个那个稍微开一点点 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样黏完之后 再来还是黏旁边的 那注意一下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图案有没有上下 你不要一张这样一张这样 这发生什么事情 这发生什么事情 有没有对称 有没有对称 没有 你要全部的江秉仁通通编导也没关系 那你要全部都对好 所以两张两张这样黏的时候 摆好看好 你不要这样一上一下再编导 然后黏的时候 这个缝稍微离开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旁边黏 中间黏好再往旁边黏 这样黏出去这样 因为它这个最后的话 这样中间这里的话 因为会有折起来 所以要留一条缝 一点点一条缝 接下来的两片 两片要不要留缝 接下来的左右两片的这个 要不要留一条缝 为什么 它没有折起来 它不需要折起来的地方 这里是不是有两片 就在一个平的板 这一片 这一片 跟它不需要一个缝 你就直接靠紧的黏 接下来的靠紧的黏 这样就好了 靠紧的黏 尽量靠着紧 然后让那个图案没有接缝这样 尽量靠着紧 接下来的下一片 你就靠紧的黏 这样 然后黏完之后再往旁边去黏 最后一个往旁边下去的摄影 我们坐到哪里了 都要再黏 有的黏好了 那 麻烦那个小桌子再把摄子 放给他们 那 摄子当我们要做那个底部的 黏那个底部的部分 摄子当每一根拿两张一样颜色的 两张一样颜色的摄子 那那个摄子的话 你们是不是还有一张小的这一张 那个纸 印的那个纸 哇那纸 小的这一张 小的这一张 那摄子的话 两张 从中间这里这条线并在一起 我要拿摄子 来 先借我两张摄子 摄子两张颜色要一样的 那注意看到这边 你可以看到一幕 这个 它整个形状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左右对称的 这个 左右对称 但是我们的摄子不够大张 台中没有那么大的摄子 高雄的有比较大张的 高雄 高雄的跟我讲说17.17 我都找到15公分的 那这两张纸的话 从中间这边 你这个不要折 不要折到了 这个白色就不要折到了 然后这两张摄子的话 从中间这边 这样拼在一起 再黏起来 等一下它们会发那个双面胶 那双面胶的话 你要双面胶黏在哪里 先黏哪里再黏 在黏 小朋友们 你要黏这个的话 双面胶要先黏在哪边 先黏在后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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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子板上这个有凸起来这边 你没有黏到没关系 所以你就是从边边一条线 一条线直线的黏 这个吐起来的部分不黏没关系 吐起来的部分 那个黏不黏到无所谓 那你就边边黏好之后 那也是一样找好位置 找好位置 从中间一半一半 你看 你可以看到 这两张只是一半对称的 这样一半这样对称的 那这样子当然是只有中间 才会有一条线 你其他这些不一定要线出来 我们比较就比较漂亮一点 黏完之后 黏完之后翻过来 沿着边边把它切掉 不要的就把它切掉了 黏完之后沿着这边边这边 边边的部分切掉这样 这个这样子黏好对不对 黏好之后被翻过来 翻过来是有多的 多的就沿着这边边把它切掉 或剪掉 多的部分沿着边边切掉这样 没问题 下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啦 所以可以开始来黏这个部分 下来不少的大的纸板都黏好了 有的有的黏好一半 大的纸板如果黏好之后 你那个小的纸板继续在动作再黏 好 这边大的纸板黏好之后 如果你那个小的纸板 你要先做这个动作也可以 先黏那小的纸板也可以 把大的纸板翻过来 大的纸板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这边是不是一条缝 原本要折起来的 原本要一前一后折的 这条缝 你那个压在 放在那个切割垫上面 沿着这条缝切下去 你的那个纸 那个背面 这边黏了这个纸就断掉了嘛 你从背面这条缝去找那个位置 从背面这条缝去找那个位置 然后切下去 好切下去 那这个部分切的不是很平整 应该也还好 但是因为你有一条缝在这里 你直接照到那条缝切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切断它了 切断之后就可以再继续这样子 就可以一前一后的这样 把它拉开来 因为你前面的纸是整片黏下去 对不对 前面的纸是整片黏下去 那这个就黏死了 所以从后面 你可以看到这条缝 然后从这边刀子放下去 慢慢的切条线 把根割断 就可以这样子再折了 好 大的纸板 如果黏好的话 记得翻转过来 从背面 中间 肚子的地方 有一条线 把切一刀 好 那条线已经是断开来的 纸板是断开 但是你黏上彩色的那个纸 那个是一条线黏住的 好 你把它切一刀 把它切断 切断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拉开来折了 那折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那那个 只知道有没有卡住 有没有挤在一起 用手把它弄整齐 好 这样第一个就做得很漂亮 这个黏得很好 地板里面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 那你这个大的纸板的话 是有一个是凸起来的 你是不是往外拉出来 只能这样凸起来的 把这个 这里有几个凸起来的那个纸 卡进去那个洞里面 你塞到那个洞里面去就是 然后这样这个再一个 从中间这边开始塞进去 从中间这里这一个 中间这两个洞 这边开始塞进去 然后再塞旁边的 一个一个要塞进去 那一开始你的那个设置 边边 因为刚才那设置 如果你是整个都黏住的话 你这边的话不太好黏 所以我跟你讲说 旁边凸起来都不黏没关系 那你要塞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连设置一起进去塞进去 或者你可以像我一样 把它切掉 设置就把它切掉 连设置一起塞进去也可以 或者就像我一样 把那设置那边也切掉 那这个凸起来的就塞 卡进去就好了 凸起来的部分卡进去就可以了 有的小朋友已经非常的无聊 要等着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要小心哦 切歪掉的话 或者手一下名拿好 你可能会切到自己哦 后面慢慢看清楚 这边这个 这个名称叫彩力棒 那彩力棒的话 我们要切掉四分之一 不要 那切掉四分之一 不要切的方式的话 注意到荧幕那边可以看得到 那你可以把尺 放在大概中间的地方 其实它不用很准的四分之一 大概 然后你的每个刀切的话 轻轻的往下 你不要一直拉 你不要那么急 你可以慢慢的这样的 这样换换换换换过来 那大概 大概的差不多就你刀子这样斜的 你这样这边尖端这样 没入进去就好了 你这样切一条线了之后 你再换过来 然后转到九十度的地方 你可以有笔的话 可以先画好那个线 画好线才会看得出来 比如说我刚才切完了这样子的话 我不晓得那条线在哪里了怎么办 那你可以先画好线再切 比如说我刚才你可以画一点一点这样子 你不要画整条 那我再去找另外一个直角的地方 上下隔一点 上下隔一点 画好之后 然后这个摆在正上方 齿拿着 齿拿着这样切下去 轻轻的这样切 你不要整个这样切一半哦 你不要整个这样切一半哦 你不要整个这样切一半 就这样慢慢再加深一点这样子 那或者整个就这样就拉起来 那你拉起来就看看 我这条不太准 不太准没有关系啦 因为它只是要去把那个破绊遮住 把那破绊遮住 你这个歪掉都没有关系 你大概切大概切到四分之一 下一个 这一个 切完之后 切完之后 这边用双面胶 先黏着 等一下再黏 因为要黏在镜子上面 我们等下静子还要维持动作 这个先切好 反正镜子也可以发给他 等一下黏的话 那个注意一下 你在黏的话 这边旁边这两边可以打开 没有关系 但是你这里要靠着 这条接红来黏 往哪里去 对 靠着这个接红 就是你这个黏的时候是整个靠紧 靠到这里面 靠到这一个里面 那你中间镜子这边接红 这边有一个红没有关系 你要靠紧这边这样黏上去 它背后这个是双面胶 背后的双面胶 把它撕掉之后 靠紧就这样黏 黏着这样 两片都黏好 两片都把它黏好 黏好之后 你的财力棒就可以在中间把它黏上去了 那现在小机长放下去的那个是 这一片珍珠板 你这个没有切干 没关系 你这个这样接着就好 对 这样接着就好 那这个珍珠板它蛮大一片的 那你看你的桌面 要圆的 要方的 要长方形的 你可以自己设计 那设计的话 你要让它看起来像桌面 你就放上去 我们前面这边 我们前面这边有两组 那那个摄子的话 摄子可以发给大家 你可以把你的桌面包起来 那 这里有两组 可以看到荧幕这边 小朋友可以看到荧幕 这里有两组 有一个圆形的桌子 有一个是八角形的桌子 看你的桌子要什么形状 那这个桌子 如果你的镜子 比较高一点的 那你的桌子 可以做大一点 你可以把那个 街后那边扫掉 街后那边遮住 可以让它遮住它 这个桌子不是一定要这样吗 可以把这个洞遮住吗 不要 不用啊 要留给你的玩偶 对 那你可以看看 你说我这边的 那个 桌面的部分的话 桌面的部分在做的时候 会有这样 你不要 不要把整个这里面的 那个玩偶 那个洞子不遮着哦 小朋友注意一下 就说你的桌面放上来的话 你不要这样 整个这样遮住 不要这样整个遮住 你的那个玩偶就怎么放 不要整个遮住 你要留一个 留个位置给他 那你看你的位置 这样怎么去切 那我们这边 前面的话有 一个示范的 这个也可以拆起来了 那它可以这样 这样长方形的 但是就是你的人玩偶的话 这边是可以 有一东西可以生出来 对不对 然后再长上去 这个就用胶带在后面黏住就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这样来看的话 它的那个大小 是不是只有半张桌子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只有半张桌子 半张桌子 然后那个桌子就往前面一点 然后你可以整一面桌面这样 然后那个设置可以发给小朋友去把桌面包起来 还没有事 如果事件不够的话 那边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 好 我们现在 请工作人员宣访的一个问卷发下去 就是如果你已经做完就可以开始帮我们写问卷 那这个问卷我们搜集到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各位朋友你们愿意告诉我们 你们在这场活动里头 你学到了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的转变 或者是你有什么心得感想建议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这样子才能协助我们去说服 就是长官们有机会给我们一些这个支援 让我们继续举办温活 小朋友 对 小朋友如果以后还想来玩的话 你的问卷要认真写哦 认真写的话 那个资料才会比较准确 比较有用哦 对 就是如果你都写 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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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去跟博多会说 我们小朋友觉得好好玩 好好玩 好好玩 你知道吗 博多会主委会说 就好玩而已嘛 比如说你如果写说 我以前不知道镜子原来是前后颠倒 以前都以为镜子是左右相反 哎呀 这次看了以后才知道等等等等 这样很具体的告诉我们 你学到什么 这样子对我们会非常有帮助 然后有什么建议指教也欢迎你们写 就不是说只能写好话哦 有什么建议的话 也都可以写在上面 然后当作是我们沟通的一个管道 有吗 那我们 我想我们应该就是 呃 我想三分钟以后 我们就来做一个大合照 那那个大合照的时候 不管你的作品是已经完成了 还是你是半成 我们都先拿起来 在你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会对着这边 我们的摄影师会在那边 然后一起 就是从上方往下照 然后把所有人的作品留作一个纪念 好吗 我们先跟摄影师沟通一下 然后接下来三分钟以后 我们就 CAMERA READY OK 好 请大家准备好 好 我们参加时间 就只有活动时间 但是在这之前 还是要借各位的手 帮我们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做到什么事情 要做到什么事情 没有 谢谢超老师 对不对 来 先 那个 掌声 掌声鼓励 然后 来 我们这个特效公司 一主任还是有准备 我们这个感谢状 所以我们大概 应该要比如说几百十张 可以换一个什么 哆啦A夢的 什么电风扇之类的 对不对 那张老师就是我们 很容易换得到的 对 我可以多几几张 然后 对 你这样换一个晚餐是不是 好 来 各位朋友 可不可以再麻烦你们 鼓掌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希望今天大家都玩得开心了 好的 那个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就是自由活动 我们开放这个场地 然后各位可以把你们的作品 弄到你们最满意为止 然后呢 接下来几周的家人科学广场活动 都已经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 你们就赶快去报名 因为还要抽签 好不好 然后 然后 因为是这个 自由活动时间 所以 如果你还要带着你的作品 来跟我们张老师合照的话 欢迎来上台来排队 我们张老师这个 凹他一下 再待晚一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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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